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标准库呢 在比较早的版本 格努斯1 2.9 我说我们的主角嘛 我们主要要讲这个东西 原代码 它里面没有太多的继承关系 非常少 所以很容易看 那没有继承关系 当然更就不会有虚函数 我们在看一些大型的面向对象库的时候 Library 很头痛的一点就是 继承关系很复杂 虚函数里头呢 这个往上跑往下跑 很复杂 但是看标准库呢 没有这种困扰 它主要是用 Generic Programming的概念做出来 现在我们就要来谈一谈 OOP跟GP 这两种概念的差别在哪里 这边出现了一个是标准库里面的 List 链表的设计 这个链表里头当然是要放数据本身 如果要对这些数据做排序的话 根据OOP 面向对象编程的概念 数据放在类里面 操作这些数据的函数 也放在这个类里头 这个叫OOP 那个List 的这一种写法 就表现出OOP的概念 数据和操作放在一起 放在class里头 这一页呢 还有一块 等一下我们来讲解 为什么这个Sort 要放在List里头 那我怎么讲这句话呢 因为在其他的容器里头 Sort都没有Sort 好我们先看下一页 刚刚上一页谈到说 OOP是将Data跟Message Message就是操作 就是方法 关联在一起 这一页说 GP是将Data跟Message 分开来 刚刚是合在一起 现在是分开来 所以概念上基本 基调就不一样 这个表现在标准库里头 是怎么样 好我们看这里 这里有两个容器 一个是Vector 一个是Deck 它们里头都没有Sort 这个排序的这个操作 排序的这个操作呢 被设计 被设计 单独的设计在另外一块里头 也就是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全局的函数 这里出现了两个版本 版本一呢 是可以接受数据的头 和数据的尾巴 这样就可以定位出 整个数据的范围 版本二呢 除了头跟尾之外 还可以加上一个条件 好 这个是一个全局的函数 这边呢 是一些数据 所以GP说什么 把数据和操作分开来 那它们两个分开来 要怎么样 这个操作的部分 要怎么样才能够去得到数据本身呢 这一张图 我想你不陌生 在我们第一讲里面呢 出现了好几次这个图 所以右手边这个sort 就是属于算法的一部分 左手边这些容器 vector跟deck 就是这里的container 它们两者的关系 要借助iterator iterator 所以我们看黄色的这一部分 当我们要去对 这种容器做排序的 我们是这么写的 我们要用sort 这个全局函数 并且把它要操作的范围告诉它 这个范围呢 我这边的例子是 选择某一个容器 要用begin跟end 这就得到头为两个指针 其实不是指针 应该讲迭代器 或者叫泛化的指针 这样把范围告诉右手边之后 右手边这个sort 就可以开始去排序了 所以 这一页要传达的是 GP是把beta和function分开来的这种基本概念 而上一页 OOP 上一页的OOP 却是合在一起 分开来有什么好处 OOP OOP引导我们作为一个编程的基本思想 已经很多年了 现在大家好不容易学到了这个概念 现在却又出现一种新的编程的思考 那是带来什么好处吗 采用GP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 容器这一边和算法 这两个团队可以各自闭门造居 闭门造居 在我们的语意里头是一个负面词 哎呀你这个人就是闭门造居 好像说不开放 但是在这里是好的 因为两个团队各自分开来开发东西 彼此没有关联 他们之间唯一的关联就是iterator 所以只要大家把这个接口定好 就可以闭门造居了 在这里这是一个好事情 举一个例子 我们看右手边 刚刚我提的算法 我拿的是sort sort太复杂了 里头可能是几百行的这个原代码 不容易找到关键的地方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最简单的 叫mini碼 或者是maxima mini碼是什么意思呢 他接受a和b两个参数 找出谁比较小 这个现在你所看到的就是标准库的原代码 这一个算法 最简单的这个算法 它的原代码只有这么一点点而已 他接受的a跟b是什么类型呢 通通都可以 反正是个t 这个是模板的技巧 这个后面我还会再谈一下这个模板 好 a跟b 但是它们的类型必须相同 至于它们怎么比大小呢 只要用红色的这个小于 比大小就是小于这个操作符 这样 闭门造居 这个团队关起门来写出这样子 至于b跟a怎么比大小 我不管 因为a跟b 它是同一种东西 它要怎么比大小 由a跟b这种东西 去定义 好比说 你现在如果传进来 是给我是一个整数 那整数本来就可以比大小 这个是语言上的 本来就已经提供了 如果传进来的是两颗石头 stone 那stone想必是个class 两颗石头怎么比大小 这不是我minima 要去关心的事情 石头怎么比大小 由石头自决定 也就是说 石头这个class 要去定义 operator小于 这一个操作符 所以 因为这个 因为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思路 所以呢 在标准库里头 操作符重担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所以就由这一张图 我们去了解到 这个 所谓能够闭门造居 是怎么一回事 好 我们再看看 再回到前面来 刚刚在提到 面向对象概念的时候 我举了这个例子 我说在list里头 自己有一个sort 那为什么他不能够像刚刚那个 刚刚是什么 刚刚是下一页 这个vector 和deck 为什么list就这么独特 他不能够像这一种情况 去用这个全局的sort呢 有什么原因 这边要解释 因为sort的设计 sort的原代码在右手边 刚刚我说它是非常庞大的 这里是最关键 我现在要讲解的几个关键地方 sort 从原代码这边看出来 它调用了两个函数 其中的第一个函数 最关键的部分在 也不是最关键 是我现在要弹的部分在这里 这里出现了一个 红色这一部分的动作 first加上list的减 first的再除以二 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这边写了说是什么 就是指针 在这里 但是我有时候会讲指针 其实是指泛化指针 也就是迭代器 这个迭代器在这边干什么 加 减 又除 这种迭代器 能够符合这一种运算的迭代器 一定是叫做random access iterator 叫随机访问迭代器 比如说你想象 一个宿主 宿主里面 指针它就是可以 加三它就跳三个位置 减三就跳回三个位置 它也可以加加减减还可以除 这种叫做random access iterator 由于sort的设计上面 这个团队在设计上所采用的作法 它要对于这个迭代器有这样的操作 所以传进来的这个迭代器 必须是random access iterator 而sort 你可以想象一下list的链表在内存里面 它是一个一个的节点用指针串起来的 它并不是一个迭代器 所以它所具备的迭代器 是不能够跳来跳去的 它只能往前进一个 再进下一个 再进下一个 或者往后退一个 它不能够绷一个加五 跳到第五个位置去 跳到第十个位置去 它不能这么做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标准库的sort这个算法 所用到的迭代器 需要一定的条件 而这个条件呢 是链表list所提供的迭代器 所不能满足的 所不能供应的这个条件 所以它链表 不能够像刚刚这个vector 或者是decker呢 不能像它那样子说 可以用全局的sort来排序 我记得在上一次第一讲里头 我也提到过 因为我在那个地方呢 对于各种容器 我都放一百万个元素进去 然后我会试着 有一些容器我会去排序它 当时我就提过 如果有某一些容器 它自己带着sort的话 就必须用里头的sort去排 如果它没有带的话 才用全局的sort去排 所以现在所谈的这一个话题 也就是在第一讲里面 我们所讲的那个概念 是一样的道理 是一样的道理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就让大家去认识到 这个GP用模板 去设计整个标准库 采用的是GP Generical Programming的概念 跟过去OOP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这一页要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所谓的算法 最终所涉及元素本身的操作 无非就是比大小 你要找一个东西 也是在比等不等 等不等 如果它不小于也不大于 那就是等于咯 所以其实也是一样在比大小 如果是排序呢 排序以后要把大大小小的 要把位置对调一下 挪动以翻译一下 这也都是在比大小 比如我们看这一个例子 刚刚在上一页 这边我列出了两个最简单的算法 一个我们刚刚在谈的是minima 现在这一页呢 我来谈maxima好了 我把刚刚的这个上一页的这个地方 抄过来 那就变成这个地方了 maxima有两个版本 我现在要谈的是 第二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比第一个版本的差别在哪里呢 它除了接受两个参数之外 它还接受一个动作 绿色的这个COMP COMP是什么意思 就是compare 就是比大小 比大小 以我现在所给的例子 好 我们看这边 这个是我写的一个程式 要去使用这个maxima 我这maxima我传进去的第一个例子里头呢 我传了两个字符串 第二个例子 我也是传相同的两个字符串 在第一个例子里头 字符串比大小 一个是zoo 动物园 zoo 一个是hello 谁比较大呢 我们没有去定义字符串的大小 我们在这个地方现在没有去定义它 所以它在比大小的时候 现在这里所调用的是这个版本 第一版本 因为它只有两个参数嘛 就是这个两个参数 所以他们在比大小用的是小于这个符号 要去看看哪一个字符串比较大 哪一个字符串比较小 那我们就如果要去看原代码的话 我们就得去挖出字符串这个class 对于小于是怎么定义的 字符串它本身这个全世界通用 公认的一个概念 字符串本身有一种所谓的字典形式的笔大小 也就是ABC C总是比B大 B总是比A大 所以Z是最大的 不管长度 就一个字符一个字符来比 这是它默认的 全世界公认的字符串 有笔大小的形式 我们可以相信 我们可以推想 这个字符串 标准库的这个字符串 一定也是采用这一种笔大小的方式 所以你看这个输出结果 ZOO跟Hello来比谁大呢 一个一个来比 第一个字符一比 Z就比H大 所以这个输出是ZOO 确实这个是一个 这是我写出来的测试程序的执行结果 但今天如果我不想 按照那一种默认的方式去比大小 默认方式就是字典形式的 我想要说两个字符串的比大小是长度来比的话 那么ZOO跟Hello就应该是Hello比较大 因为Hello比较长嘛 那我该怎么办呢 所以就是这个例子了 我现在Maxima 我还是要比ZOO跟Hello 可是我要有一个我自己的比较方式 我就需要写一个函数 这里绿色的 这个绿色的呢 被传进来将就是这边下面这个绿色的COMP Compare 所以这个Compare就会作用在AB身上去比大小 那这个用长度来比 必须这是我自己想要的 我就得写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函数出来 我现在把它命名叫StringLonger StringLonger的这个地方 它怎么比大小呢 我的定义是这样 要看两个字符串的Side 也就是长度 用长度来比大小 所以我其实要传达的意思是在这一页里头 这句话 所有的算法 它最终的形式 都是在比元素的大小 那比大小无非就是用小于 或者是大于这个操作符来比 大家看看这个元素本身 有没有去重载这个小于 或者是大于或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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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